嗨 大家好 我是小群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下禮拜新合作的一些相關活動 那首先就是這個新卡獎 那在禮拜一的時候維護後 所以可能是下午左右吧 會更新這樣子 那其他的東西應該差不多啦 就是抽滿35次可以拿到聖藝藥服 那你可以拿這個二獎去兌換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看到這個全新地獄集 這個上禮拜也有出過GNN講過了 那比較重點的地方就是這個 國王所背負的重擔 這個的話是極光二三 就是鑽石爺爺 那這張卡非常實用 在妖精盾裡面 所以這張卡大家記得刷 10月13號禮拜二的時候會登場 然後再來魔神戰這個也講過了 那我們看一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像這個特別任務對抗不明生理體 這個的話通關後可以拿到龍科武裝高震動粒子刀 隨機款是一顆 那就是給你刷武裝龍科的啦 因為武裝龍科你可以用台幣買嘛 你可以用錢去直接買禮包 你也可以自己打這個關卡 儲值送好禮這個東西 這個跟之前一樣齁 主要是這個作戰禮包 這個我自己是會買啦 因為我覺得時間寶貴啊 所以我會直接買 然後它裡面會有這個 指定角色專用的龍科武裝一套 就是什麼類型的都有 所以這我會直接買 那價格的部分是台幣360 這樣 Google是360啦 iOS比較貴一點齁 390 那買這個禮包也可以觸發儲值送好禮齁 上面這個儲值送好禮 然後還有小企鵝禮包 這個就是讓你練技比較快啦 這個叫片片 那個練技角色叫片片 那這也可以觸發儲值送好禮 然後還有這個AVA禮包齁 這個東西的話 最多可以限購五次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你需要的東西齁 有沒有你需要的 你需要的話再買這樣子 那還有這個腳踏青雲禮包 這個禮包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這個 吸音素材喔 神之魂蟲 那因為官方今天也有講到嘛 就是合作後期呢 會用這個 EVA會用這個神之魂蟲 來進化成其他形態 他新聞稿是這樣講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要進化成怎樣 然後他這個進化需要的不知道有幾隻齁 那目前也不知道有什麼其他的方式 可以拿到這個神之魂蟲 所以這個東西是賣台幣360 而且限購兩次 那這個感覺 感覺也是要買齁 除非他有其他方式取得這個 欸他神之魂蟲也可以拿來 異空轉生第六使徒 所以他是會有其他的用途的喔 這邊 這邊有講到 我是覺得不可能只有靠這個方式可以拿到 應該有其他方式可以取得 所以他賣到11月1號嘛 所以大家也不用說急著一定要入手 可以看一下官方有沒有一些 免費的方式讓大家取得齁 那這個Google之選禮包 這個我是覺得還好 這個應該不太需要買 那另外還有一些 新雙洲輪魂獲得提升齁 北斗新奧羅茲遺囑這些 這些都 都不是很重要齁 重點就是那個禮包啦 那個禮包 然後還有那個 復刻 極光23 這是重點齁 下週重點 記得要刷這個極光23齁 鑽石爺爺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訂閱 留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各位掰掰